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丰富的临床经验 最后结合病人本身的偏好跟价值观 来最后达成决策共识 那么也让病人跟家属知道 他们的偏好跟价值观 是被充分支持与尊重的 过去当把管失败后 那病人可能面临要不要重新插管的选择 过去很多病人实在是无法理解 或是做出选择以后非常的后悔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决策辅助工具 那也举行了医病共享决策会议 过去我们的这个所谓医病会议呢 可能只是医师跟护士来跟病人解释 但是在共享决策会议里面 我们一定是多专科团队 因为病人或是家属的需要是全面性的 那么过去解释的目的呢 可能也只是让病人更加了解 或是赶快做出决策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做到情绪的支持 让家属觉得我们是站在他这一方的 那在我们举办一年一百多场里面 我们发现不但依旧不见了 而且连抱怨专线都没有 那我们的脱离率 妻窃率跟家庭安宁缓和的咨询 咨询率都上升了 最重要是赢得整个病人家属的沟通信任 那这个成效是我们所没有想到过的 我简单来说就是说阿嬷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说移民在六岐嘛 那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脱离之后 所以这种有脱离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虽然有扭断了 但是就是说这种因为那脱离的时间 可能就是他脱离的部分 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脱离可能有缺氧 所以这种意识状况 就是不太多完全的清醒 我之前很多人把阿嬷讨论 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 阿嬷接受是安宁缓的治疗 因为对他来说我觉得 我觉得生活品质对他来说是 其实是蛮重要的 如果是后续抗床的话 其实我奶奶其实他也不会希望要这样子 毕竟如果是只是一个生命单纯的延续 然后没有一些生活品质 所以可能我们之后 我们家会比较着重讨论在那个 安宁缓和的这个部分的治疗 这样子再麻烦大家 嗯 那观众这种 比较喜欢的改变 也是必要有一个机会 但是不是说来做什么就做什么 阿嬷也很快吧 好 可以让你们去专内的 好 我了解 好 一开始要求全部的团队成员原则上 就是在我们呼吸教育中心会课时间来的时候 播共来参与这个 那个移并共享跟变演家所做谈会的时候 那起初 其他团队的成员原则上是会有反弹的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很辛苦 播瓶则上随着时间的进展 大家其实陆陆去从一些个案 然后顺利出动回家 那他可能回来门诊的时候都会上来 我们呼吸招中病房 谢谢我们团队的努力 那所以其实成员其实后面 大家都会受到鼓励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付出辛苦是值得的 那其实我个人也受到团队成员的鼓励 然后他们觉得这样花时间的 跟这个病患家属的解释 这么详细的一个病情 让家属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了解之后 做一个决定 他觉得这是对家属有帮助的事情 大家也都会很自然而然 就是有新病人的时候就会直接问说 那这个病人大概在第一个礼拜 或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文则上我们要安排什么时候 做一边共享的座坛 那他们大概什么时候要安排时间来参加 就是大家都很 自动自发很主动的 来主动来询问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开一边共享一个 座坛的时间这样 SDM所增加工作量我倒觉得是还好 其实我们本来在工作上就是不断的 借有一些解释跟沟通 再跟家属做一些后续的选择 那SDM反而可以减少我的时间 因为他很明确的也让家属 可以了解他后续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 还有他选择了之后他所必须要面对的 还有他要接受的是什么 普遍施行下来 家属对这个接受度高 对我们医护团队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那时候是很感谢小林医师他的带领 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第一个 有各个的专业可以提供给这整个家庭 再来是我们的团队有做了一些很精美的 资料卡纸本 提供给家属可以看 因为人家说一读二表三文章嘛 你讲那么多他注意力也都集中不了 你倒不如拿一张很浅显易懂的图给他看 然后就是用他的语言来说 说给他听 那我觉得藉由SDM这样一个过程 的确是可以提供比较明确具体 然后又具有证据等级的东西给他们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以前我们都很少去问人家说 那你觉得这样子躺在床上 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符合他的个性吗 符合他的期待吗 我觉得我们会很核心的去切入那个主题 因为在华人的世界 家属会比较不想谈这些 因为好像说谈了某些问题 人家就会说 就是你说的 你讲了那个 所以现在就放弃治疗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是由我们来导入这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跟他谈核心的问题 会比较避免那个尴尬 就是说其他家属至少不会怪他说 都是你提的 所以医师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出他们 引导他们去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 有感受到就是透过SDM的工具的解释 家属对奶奶目前的医疗状况 然后还有后续要怎么做医疗决策的部分 是比较清楚的 那其实可以感受到 家属其实是比较不舍骂的 所以所以家属问了更多的 对医疗后续治疗的部分 比如说安妮管额的部分 法管或者是插管的部分 因为其实有的家属 比如某一个儿子 他其实对医疗部分是不了解的 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不了解的 那我们SDM上面其实是有 上面是有医疗器材的 家属看这个SDM 其实他更清楚说 如果做了这个决定 接下来他会放什么东西 比如说插管 或者是氧气面罩 我觉得可以协助就是说 对医疗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家属 他更清楚说 我在这个当下 跟医生互动 我可以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 遇到很多家属 来了只有一个家属 或者是他只是代表 他回去还要再转达 其实宏利转达错误 他会SDM的解释 他会更清楚 那我想团队的成员都给我很正向的鼓励 因为他知道 一并共享的一个座谈人贼上 虽然很花时间 不过人贼上我们都从病患及家属身上 得到一个正向的鼓励 那所以他们也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 我想对的事情就是继续做下去 时代一直在改变 我们也晓得这个医疗照顾 也要跟着能够往更高端更进步 对病人更能有益 尤其是他的家属能够很满意 我们推了这个医病共享这种决策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让病人他的家属跟医师好好的沟通 这种沟通能够让很多的医疗纠纷解决 而且可以让很多不必要的琐事 不需要的处置 不必要的用药能够节省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口上 让医师也很舒服这种结束 让病人也满意 也让病人的价值能够参与到里面去 尤其是病人加持他对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分享给所有的人 让大家人人都能够得到最佳的医疗照顾 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医院的一个访抢 每一家医院都强调以病人为中心 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以医疗为中心 我们提供最好的医疗的照顾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病人的期望 有时候是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一个好的医疗决策 应该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有实证的医学 第二个有医护人员的经验 所谓的experience 第三个医就是病人的期待 所以医病共享决策 基本上来讲 我们把这三个医的一个决定 在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医疗决定 所以过去尖宝提升了台湾的医疗水准 现在的医病共享 让我们翻转了台湾的医疗文化 从医疗为中心 改变为病人为中心